欢迎回来财经大白话 今天台股的表现非常的旺 中场是上涨了180点 收在13262点 等于是站上了13200点之上 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上市会公司 10月份的营收出炉 也写下今年的新高 这边我们有整理了一下 这个单月合并的营收 是到达了3.24亿 是月增了1.8% 创下了今年的单月新高 也是历来同期的第二高 还有这个前10个月 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个达到了28.23兆元 这个是年减1.5% 而创新高的加速是来到了78家 代表的包含了像是这个 人保 精彩 日月光 这都是我们在节目上面 曾经有提到的 而营收前五强是像是 鸿海 核硕 台积电 人保跟广达 我们就来问一下 这个三位专家 看到这个10月份的营收出炉 有哪些焦点 是我们特别可以值得留意的 我们先从市中科问起 对 没错 我们这边还有一张表 这个表格是用族群来看 你可以看到事实上 我们这边帮他整理出来 像被动元件 IC设计这些 有了没有这样子一大堆 对不对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其实如果我们先看 被动元件 IC设计 跟这个网通这里面 你可以看到年增率都是很大 但是月增率都是下滑 告诉你什么 好像有一点点高档 要往下的感觉 所以你这种族群来说的话 可能股价如果在偏高的位置的时候 它的动力就会比较小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 月增比较大的几个族群 你可以看到汽车 汽车族群来说的话 它月增率还蛮大 7.1 对不对 另外一个 在另外一边这边来说话 钢铁的月增族群就是正的 另外包括说像运输的月增率 或是说像零售的月增率 或是金融的月增率 所以告诉你什么 如果这些族群的股票 是在低档的时候 它月增率在增加 它可能告诉你 它步入一个旺季的状况 所以短时间之内 这些步入旺季的 可能它会有股价的表现 所以你看这几天 钢铁 金融 运输 零售 为什么都股价起来 那些高档的股票 好像有点往下的感觉 营收略略看出这样的趋势 好 那我们当然讲 一个族群不好 不代表个股不好 这里面来说的话是 法人整理出14档股票 它的营收是创新高的 这里面还有一个法人在后面 你看到最后一栏目是 法人买超的这个章数 好 那我们要怎么来看这个表 第一个我们当然希望说 它的月增跟年增 两个都是双位数 两个都双位数的时候 只有一家公司 就是第二个2340的光磊 你可以看到 它的年增是74.5% 月增是16.77% 所以表示说 它这个年的营收跟月的营收 都在同步成长 法人也买超了8000多张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留意 另外一个 那我们要怎么再来挑 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是 你最好是年增率比较大 年增率比较大 你月增率又在增加 告诉你什么 今年你的业绩比去年好很多 而且你现在营收 月营收还在增加的过程 好 那这里面就挑出了几档股票 精彩 我们最近一直跟大家讲精彩 今天精彩已经来到171块 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时候 都大概110 120左右 它现在已经来到170 那这个价位来说 你当然我觉得很难很难入手了 在3694的这个海滑 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一模一样 你看它的年增率是54% 我觉得这个 因为它股价在低档 我却可以留意 另外下一档的话 同心电 同心电的话 你看它年增率也51点多% 不过它比较多是因为它有一个 并购跟这个新的这个单子 入账的这个状况 另外还有金像 你看金像今年的成长率 这个成长率102% 所以我觉得这也可以留意 另外一个下面的这个盛群 我觉得都可以留意 从这些蛛丝马迹来说 我觉得这些我们刚才点到了 包括说光雷 精彩 这个海滑 童心电 金像光 盛群 我觉得从营收来看的话 接下来可能都还有表现的这个机会 好 同样问题 我们就来问一下陈燕哥 因为基本上 就法人在买股票的时候 他一定会去注重一个 就是未来的成长性 未来的成长性 如果我要去掌握他的财报的话 财报一公布 其实就我拿到 都已经过一个多月的事情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 密切持续的去追踪他们的营收 进入了第四季 如果说10月份的营收 能够大幅成长的话 预估11 12月应该也差不到哪里去 如果11 12月也差不到哪里去 财报还没公布 我大概已经可以抓出来 他今年第四季可以赚多少钱 今年可以赚多少钱 明年展望到底怎么样 大概就不会差太多了 在这里面我们就发现有一个特色 是什么特色 基本上大家应该有发现就是说 我们从5G谈到笔电 谈到远距 谈到电动车 伺服器什么都谈 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是 所有的我们所谈到的议题 一定会摸到的是什么 什么都涨了 从晶圆代工到载板到散热都涨 那你晶圆呢 你的被动元件呢 所以我们就发现 你看国劇开始上来了 当然在这里 比如说如果我今天看到国劇 你的营收年增率这么强 外资又持续买超 实际上当然它股价又开始上来了 你如果觉得说 它已经涨一大段怎么办 其实这里面也给各位一个 很好的想法 国劇集团里面的 其他的被动元件 比如说齐立新 你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 像精彩 实际上你说如果我想到精彩 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 因为它背后 是因为世聪哥一直在讲 当然可能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是重要的是台积电概念 因为它是台积电转投资 所以你就要开始去想 台积电跟台积电摸到的还有什么 台积电转投资的还有什么 像最近这个通家也是大涨 也是因为台积电有投资 然后再来你说像 世新ASIC概念 这个然后包括工信 这个工工工程 宏杰科PA的部分 锋利发电 这个都跟半导体有关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从这几个方面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 它的机器还是低 我觉得可以持续介入 如果机器高了 你从它的上涨去联想 去找看看 还有什么机器还低 还没有上来的概念 好 接着我们来问一下朱老师 好 我们有一个类似的表 但是这个表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 刚刚两位来宾的 你看他们着重的那些表里面 大部分都是科技股 可是大家看这个表 告诉你什么资讯 10月份年增跟月增 双双有两位数的成长的 这些个股 可是你去看到这些公司 有没有看到这些公司 什么股都有 有科技股 有航运股 有船产 什么都有的情况之下 不就在告诉你 其实我们不要特别去挑族群 有实际的营收是比较重要 那你说如果这个营收 我说我都有两位数的成长 可是很抱歉 这只有10月份 我建议说 你要再拉长一点来看 把第三季 因为10月份营收公布的同时 其实很多第三季的营收 也都在陆续公布当中 我们把第三季的营收 也都加进来一起看的话 会更准 好 那第二个重点 大家再看到 这些双双有两位数成长 这些公司 大家有没有发现 股价大部分都偏低 你看到这边列出来 10档里面只有两档 它的股价是超过100块钱的 其他基本上都是低价股 甚至都还有50块钱以下 这也在告诉你什么事情 之前尤其是科技股 其实没有错 营收很好 但是股价也涨多了 所以相较之下 这些低价位的公司 其实相对有机会 所以大家可以多去留意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说 台积电也同样是公布了 前10个月的营收 突破了一兆 然后另外联发科的年营收 也是上看说 喊出要达到百亿 现在一直到年底 台股的双王表现 都是可以期待的吗 会不会一路这样旺到明年呢 这个我们来问一下施聪哥 对 事实上今天 台积电跟联发科两档股票 在台股再创新高的时候 表现是不一样的 台积电今天又涨了6块钱 但是联发科今天是独憔悴 当然独憔悴有一个原因是 因为高通可能会过 可能会允许给这个 所谓的华为 力得便力空 当然是比较不利一点点 我们来讲 事实上昨天台积电 有开了董事会 他通过几个 譬如说美股配发2.5块的现金鼓励 继续还是 未来可能每一季都是配2.5块 再来就是扩产 还有研发资本支出的这个部分 他一共核准了4306亿 折合美金是151亿 另外其中他有这个 大概约莫是1.24亿 在我们中部会设立一个 35亿元左右的零废器物的制造中心 另外一个他在美国亚利桑拉州这个厂 预计初步的资本额是35亿美金 折合新来币是997亿 当然他同时还宣布了一些 人事的状况 除了这些之外 我们看到其实昨天下午的话 他公布了第10月份的营收 10月份的营收 因为没有华为的效应之后 其实是比9月份略微衰退 原本大家认为说 今天可能会不好 所以你看今天其实 他一开始是开低的 但是后来就慢慢往上拉 为什么慢慢往上拉 因为你可以看到 这么多的资本支出 他明年一定业绩会好 展望是不错的 我就跟大家讲 现在台积电的问题是在于 他已经满单 为什么9月份会这么好 是因为他那时候是爆单 因为当时我就讲过 华为是你做到一半 他都把你收走 所以他当然可以任列营收 所以9月份一定会比较好 10月份会衰退 这都在法人的预估的范围之内 所以我觉得其实 现在就有法人 因为昨天这样调高之后 现在又有法人出来说了 原本我们都说不是600块吗 现在有法人调到625 就一路再往上调 所以我觉得其实 以明年的这个状况来说的话 当然会一路的走多 如果你说假设 台积电我们假设一下 他真的到625的时候 你看台湾要涨到哪里去 所以为什么最近很多法人 外资什么又开始一路回来看 开始在看好台湾的股市 我觉得你从台积电 就可以看出一个端倪 我们讲完台积电之后 当然就要讲联发科 联发科也是一样 我们都讲其实你可以看到 联发科今天跌的原因 当然一个原因是因为 这个华为高通 有华为禁令通过 另外一个就是营收 你可以看到他近年的营收 其实是一路走多 多到这个你看9月的时候 冲到这个历史新高 378亿 10月没想到10月就掉了很快 那也是因为华为的那一个 他也是华为的单就尽量给 9月15号之前的经历 能够囤就囤 能够给就给 所以导致他出现这样一个状况 当然现在大家都对明年的预估 到底是怎么样 事实上我们刚才最近期的 包括很多券商的报告都说 今年虽然说是5G元年 但是其实因为基地台建制 没有完成的这关系 像我们在座的 应该还没有一个人换5G 对不对 所以表示这个5G的潜力非常大 5G潜力非常大的时候 就只有几家轻便 要嘛就是高通 要嘛就是联发科 目前联发科我觉得 他比高通比较略占优势是因为 他目前是获得台积电的支援 高通的某些程度来说 他还有一半的订单 更多的订单是在三星那边的 三星万一制程出问题的话 可能又会好到我们联发科 所以我觉得我们同时在注意 联发科的接单状况之后 我们要留意三星的制程的状况 如果三星制程真的出问题 出大包的时候 联发科应该可以受惠 这个我觉得都是明年我们在观察 台积电跟联发科的几个重点 好 今年其实大家也注意到说 因为这个热钱 再加上这个股市多头的影响 发现到像是金控业 证券业 竟然前十个月的获利 也都交出相当亮眼的成绩单 这时候是不是也是一个布局的点 我们来问一下朱老师 确实今年金融股包含台湾 包含了美国 这也许多国家 今年金融股都很闷 为什么闷 因为几乎所有的国家都降 利率都降到历史最低点 在过去都跟我们说利率越低 对金融业越不好 可是今年我们看到我们台湾的金控股 不得了 这15家来 我们先看总成绩 15家前十个月累积的存力 税后存力3295亿 吓死人 创历史新高 尤其你再看到第一名的富邦金扣 十个月已经EPS7块钱 一样是创历史新高 尤其富邦金前十个月的获利 居然成长了33% 吓死人 所以你说 怎么会这么厉害 明明今年都跟你说拍泥当 都跟你说利率降到最低 对金融业很不好 结果每一家都赚得饱饱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真的就是热钱太多 钱太多 股市太热 当然大家都想要去投资 所以很多的金融商品的销售 对他们来说 都是目前的获利的主力 好 那讲到这个证券 这个股票市场热 当然就不要忘了 证券公司那当然就直接受到最大的利益 对不对 我们看到台股今年是不是 动辄都是两三千亿的日成交量 而且三户大军都来了 对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证券业 也是很厉害 你看他们的获利 你看到前十个月的获利 动辄都是几亿 甚至你看到凯基已经来到12亿多了 真的是怕死人有 所以大家回到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这些金控股也好 证券股也好 明明都这么赚钱 可是他们的股价真的相对 刚刚前面都讲了一堆的科技股来说 相对真的是很闷 所以如果今天市场 如果持续这样子的热度 当然美国都已经跟你讲 他们还是要持续QE 还要持续热度的话 那是不是应该投资人 更要去关注到 关于这些金控股也好 或者是证券股也好 尤其是你如果觉得证券股 过去这个成交量很高 那接下来已经股价指数 来到历史新高了 还要再往上 是不是比较没有机会了 大家不要忘了 证券股多空都可以赚 你不要只看涨 他们赚的是量 又不是赚价的部分 只要市场维持热度 他们就有机会 那如果你真的那么担心 这个股价的部分 那刚刚给大家看到的金控股 金控股赚的就很多元 是不是除了我们说的 除了证券商品的交易之外 很多这些金控股 背后还有谁 保险 很多的保险公司 也都是业绩下降 那还有基本的银行的部分 尤其是今年台商回流 很多都要借钱去做什么 盖这些厂房 所以年代的部分 也都是这些金控股 获利的来源 所以我会还是提醒大家 这些非常有基本面 但是股价相对闷的 这些金控股 真的是投资人 可以多加留意的标的 好 我们就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